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她是巴布朗时尚集团的首席设计师 她的品牌叫做Masaki Matazuka 大家有些朋友如果您到Beverly Hill一些店中 就会看到她的产品和她的商品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有东方元素的时尚的产品 在巴布朗的右手是她的助理是洪燕女士 欢迎二位 你好 谢谢你们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中 我们跟很多朋友都谈过很多的 从时事政治到一些很多医疗概念 甚至有很多的艺术东西 这还第一次我们跟时尚界的朋友们来谈一谈时装 巴布朗 其实说到时装 应该这么讲我个人没什么概念 男人只要戳了一个suit大概端装 干干净净的就好了 说到时装的时候 其实中文字有两个字叫时尚 叫时装 其实有很多朋友大家并不太在意说 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同 其实你细看还是有些不同 时尚我认为是一种风气 就是说您怎么看 overall 在当今这个社会 特别是我们美国这个社会 这个时尚 我们每年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走红地毯 比的已经不再是谁能获奖了 比的是谁的衣服更漂亮 就是大家 当然这些女士们也都个人也非常漂亮 但是就是说明人们对服饰 对服装越来越重视 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社会 又是在好莱坞 又在我们洛杉矶 您怎么看时装时尚 那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目前我始终觉得除了我们以外 其他的是传统服装 那我们讲讲看传统服装 比如像我这张西装 你这个就叫传统服装 其实你太需要我们了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需要我们 对为什么呢 因为在传统的服装里边 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时尚 说到一个时尚 那这个时尚究竟什么叫做时尚 我想考量一下 因为这个时代的一切都被 各种各样的外环境 弄到大家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节奏 非常的忙 叫快餐文化 对对对 然后所有的东西呢 好像刚刚拿到手里 还没有喜欢够 甚至还没有研究明白 他就已经被丢弃了 就已经被遗弃了 就已经被忘记了 你就是然后所有的人都在追 都在追 好像不知道每个星期都要出一台时尚 对对对对 然后就不知道要追到什么一个结果才叫时尚 但是在我的眼里 在我的感觉里 因为做时装做了这么多年 各种各样的品牌 各种各样的传统服装 我都有接触过 那么最终我觉得在我们公司的理念里 什么叫做时尚 我们认为时不是时间的时 不是时间的时 这个时间的时不是像他们说的 今天明天下一秒就翻过去 这叫时尚 不是 这个时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经得起年年碎碎月月 有一天你把柜子打开 翻出这套衣服穿出去 还是那么经典 让人觉得很惊艳 任何时候都很适合 适合任何场合 对对对 会有这样的衣服吗 真的是有这样的衣服 我都不瞒你说 虽然是在做节目 我可以讲 我身上这件衣服 已经是十几年的历史了 十几年 这让人感觉非常的有品味 对的对的 13年前我们的作品 那么今天拿出来 我走在路上 走在比弗利的大岛上 去参加任何的场合 无论是会议 政治的会议 还是艺术类的会议 还是去画廊 还是去见任何的人 都不会显得说 他过时了 对 所以在这个时上面 我认为 真的现在的我们的东方人 真的是应该去 好好的去针灸一下 什么叫做时 不是快速 而是经得起岁月 那么这个上 时尚 时尚经得起岁月推敲的 一种经典的东西 风尚 对 不过您说这个东西 我就有一点 现在得跟您唱一点反调 我注意看到了 最近的媒体的报道 特别是我来自亚洲 来自甚至港台几地 人们不是说 说法国的时装 颁布一周就回到香港 香港以后 一周以后就回到北京 就回到上海 就说现在 亚洲地区 包括台湾 香港 大陆 时尚的概念 似乎是越来越新 而且现在人们提出个概念说 时尚以前呢 是以 某一季发布会 现在是有越 甚至有人说 每个周都有一个时尚 红燕 您觉得从事这么多年 跟巴巴在一起 您理解的这个时尚 难道是一种快三分化 我觉得不是 这真的是我跟他有共同之处的 我们都崇尚一种经典的东西 就好像你去看电影一样 你十年前 甚至二十三十年前 看了一部电影 你时不时还是想拿出来再看一遍 对不对 然后那才叫经典 那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果实 那我们崇尚的时尚是属于 那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比方给力 那我们的衣服 时尚的概念就完全给颠覆掉了 差不多 有点 这是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衣服 它的十几年 那我这个我想再过几十年 我也可以拿出来穿 同样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衣服 有时候你买的很贵的衣服 你过一两年 你不想要 不想要因为过时了 对大树来说也是心疼的 但是我们的衣服呢 你时尚是放到里 放多少年 你拿出来 同样是适合的 那这个问题 我就那我这个 您所衍生的问题 我就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要想把衣服作为一个经典 也就是说 咱不先谈十三年的衣服 哪怕现在女孩子 一年的衣服都不要再穿了 对 您怎么能够预测到 我这件衣服 我三年以后 我穿在马路上 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您怎么考虑 首先是这样子 在我们的设计团队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首先不是在说要硬核客人 客人真的想要什么东西 我就给他什么东西 在我们十三年前 开始做第一趴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从来都认为 我们这一趴设计师 我们要做 我们认为真正是服装 是时尚的东西 那你的客人要跟客人不一样呢 对的 所以这就会导致我们的客人 十三年来我们的客人从来都是这样 今年出的东西可能还会走慢一点 等到明年后年的时候 哇那群客人突然一下就爆了 然后就要去追前两年的东西 前一年的东西 说那个怎么没有了呢 怎么就不见了呢 那你想在客人里面 其实上我们再说我们的大众的客群 客群其实上是有不同的 那有一些是艺术类的 他本身就有艺术的造诣 对他的 他对眼光的这个看东西和他的追求 是和普通的人又会不一样 这个跟我们从事的职业也会有关系 那么像我们的东西一般来说 相当有眼光的人 第一趴就已经把它全部吸掉了 拿走了 那么放缓一点的一部分的人 对时尚可能会慢一点的人 那他就会需要一个时间去体会 那所以我们的公司操盘和别人的公司操盘 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 别人想说你要什么 短袖T恤对吗 好马上就做一堆给到你 对不对 对好说应该是这样 然后那你要什么 你要很超短的裙子 OK我马上做给你 但我们不是 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是专业的 那么作为专业的人数 人士来说最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应该带领你的时尚 因为你不专业 而我是专业 对 可能你自己没有这种从专业的角度去 我到底穿什么漂亮 之所以这样 所以很多人他买了一柜子的衣服 但每次要出去穿衣服的时候 找不到衣服 没东西 好啊是不是 就是好像所有女孩 都有共有的毛病 对对 而且每一个女人 她们在说最美的衣服还在店里 还没有买回来 还没买回来 那买回来以后 也会发现放在那里 就变成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为 作为一个时装的设计师 因除了有对当下时装 和你自己的美感 美学的理解之外 还应该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思维 那当然 在设计师如何来体现这个东西 那当然 那当然 我们来讲讲我们的衣服 因为我们的衣服是太有说法了 那我们讲传统意义的衣服 就是你 像我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例子 三百年前我们还这样 对 这就是经典 那你看平面的衣服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拿尺来量一下 看你的身为是多少 对 那么在一块布上面 量出你的尺寸 画好线 剪裁 然后车 这件衣服基本成型了 而我们的衣服不是 我们的衣服 如果现在按你的尺寸量下来 我们要放大到三倍到四倍到五倍 然后呢 根据天气的不同 如果今天下雨 如果今天阳光 如果今天温度超过多少 我们的面料全部都是要经得起250度高温的 那么高温完了以后 无限放大的面料缩回来 适合你的身形 适合我的身形 通过压缩的身形 所以我们是one size 您这里面又有一个特别的概念 也就是说您还用一些特殊的材料 那当然了 我们的面料是跟普通的面料 那光是开发面料这块 我们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行 因为比如说面料上面有含丝 含棉 含麻 含毛 在不同的季节里 我们会夹杂不同的东西 那么有画纤 那么这个画纤 还是婴儿可以穿的这种画纤 对人体无害 对人体无害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要混合的比例 那你就想这里边的科技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把它的比例要放得非常合适 然后再根据今天如果阴雨天 那我的机器的温度就要是多少 就是要怎样 因为它一定会受影响 会影响到你的颜色 影响到你的这种褶型 那么再加上我们在想衣服的时候 传统的传统的服装 从来都是从春季开始 春夏秋冬 对吧 这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而我们的设计元素做的时候 我们是从冬天往回岛 我们叫做无季节服饰 这个无季节服饰 但是在服装业里边是没有人这样子去做的 你先能一下啊 其实 你先输给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这么多概念 可能我们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可能一时消化不了 我们先兴训一下 刚才二位的一番话 让我们有点 让我感觉有点当头棒喝的感觉 好像完全颠覆了我对时装的很多的理解 您特别提出来说 无季节服装 我想我理解您的无季节的服装 就是说你在哪个季节穿出来 你的样式都不会觉得和今天的天气和今天的有太大的不同 您继续说 好 这个是一点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设计从冬天开始做起 那么我们 为什么从冬天开始 从色系上 我们就对今年整年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准确的判断 今年的流行社 而不是跟着别人说 别人说今年什么流行 我们就去做什么 不是 是我们品牌有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们今年觉得就是什么样子的颜色 从冬天开始搭起 那么我的无季节是显示在哪里 首先在我的门店里面 我们很多的门店 我们没有说春夏秋冬 就要清仓了 要清货了 在我的理念上 我还真希望你哪会清回仓了 我们会有外面活动 然后那你想说 我总是有一个概念 那么多美的衣服 为什么夏天就变成春天的 要全部把它扔掉 便宜扔掉 那然后就变成了 好像不时尚了 还是什么原因 我不明白 我们可以做活动 我们可以给客户很好的价格 但那只是活动 而不是推翻我们上一季的设计 那么我的无季节服饰体现在哪里 从冬天的开始 我们冬天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我们最后的羽绒吧 我们也有羽绒 那我们的羽绒是最高最好的质量的那个压绒 把它压到我们的衣服里边的时候 会让它这么抛的体积变成很轻薄 你看起来你会觉得 哇它能抗冷吗 OK吗 但是真的OK 因为我亲自有尝试 我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夹克 对对对 就是很薄 对对对 那你好像我瑞士上雪山去过了 西藏海拔六千多米我爬过了 而且每一次的旅行开车十几二十天我都有走过 那我还有一个癖好就是虽然在旅行 但我还是要拍出来的相片是很非常 我一定不要旅游鞋运动衣完蛋了 我觉得我整个人不在状态 因为那么美的景一定是时尚大片才是最棒的 对不对 好那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这个无季节服装 那从我的冬天的一件长的风衣开始 我就可以搭我秋天的衣服 搭我春天的衣服 搭我夏天的衣服 我所有的衣服可以搭在这一季里边 比如说到冬天你上三季买我的衣服 我都可以让你完美的搭配在一起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多色彩的搭配 就是你的不同的色彩拼接 或者你不同层次搭配在一起 它都可以配得上 其实刚才红业说了很重要的一东西 其实很多女孩子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女孩子们他们很舍得花钱 多贵衣服都舍得花 但是他们有一个东西往往是很多女孩子缺乏的 就是颜色的搭配 对 没错 就是颜色的搭配 有时候觉得自己想象的很好 从一个专业设计师的角度 如果我们不考虑流行色 我们只考虑颜色的搭配 主要的基于点是什么 暖色 冷色 这个是有区别的 这个里边一说起来又是展开了 我们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你首先你的肤色 比如说你看我跟红业在这边 他就要白皙很嫩 所以他穿这样的颜色 藕核色这个叫藕核色 那就显得整个人很润的感觉 你会觉得很润像中国的玉一样 很润的油润的感觉 然后他身材又很好 那他选了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体现了他的身材 但是你问红业 他现在坐在这边舒服吗 非常舒服 你会他是可以 那我的衣服呢 是这样 可以 我还以为你是一定要 沿着缝去裁剪呢 所以范冰冰说过一句话 说走完红毯以后 下场就像拿剪刀 把那件衣服剪掉 你明白吗 太难受了 裹的 对 所以我们认为 现代的服装里面有太多的弊病 就是过去的老套的服装 有太多的弊病 我们致力于把这些弊病 全部去给他补上去 第一 我们从女孩的时候是一个身形 但我们女孩 再美的女孩 终究要成为妈妈 年龄总会长吗 要成为有年龄的女人 对不对 那么再长一点变成女士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身形 胡彦是一个特例 对 她身形没有变过 岁月在她身上 没有留下痕迹 但是这样没有留下痕迹的完美女人 真的是太多 已经成了恐龙 比如说我就已经是恐龙之外 对 对 那这个身形上面 我就有很多的不足 那我的衣服 我就可以说 在我婚前 我在穿 谈恋爱在穿 结婚在穿 怀孕大肚的时候 再穿 还能穿 还能穿 你看到了 刚才红脸 扯到这么大 对啊 你知道吗 我大肚的时候穿这种 我还特别要穿 我们的贴身的衣服 走在美国的马路上面 走在任何地方 所有的白人 都要冲向我 要告诉我 哇 你是太美的一个孕妇 太美了 你知道吗 这没有见过的 那这个衣服 我生完小孩 生小孩 也就短短那个时间 生完以后 马上又可以接着穿 这是材料的革命呢 还是说你的设计里面的革命 从设计里面 从设计到技术都有的 从技术 整个颠覆了传统服装的 所有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理想的一个状态 给到现代女人一种快捷 又准确的时尚概念 而且现在的女士们 应该这么说 我现在周边 因为我们在一个媒体里面工作 经常碰到一些光鲜亮丽的女士们 应该这么讲 就从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不专业的角度看 有些女士的衣服搭配 都让人觉得有点 有点突兀 对 没错 但是有些人 比如说像红燕 就觉得让人看着非常舒服 很艺术 很舒服 谢谢 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说 好不好不知道 你的衣服贵不贵 我也不知道 但是舒服 舒服在设计理念里面 如何来体现出来 首先她自身要感觉舒服 那你得让她吃 对 衣服本来就是 没有错 出发点是对的 服务我们人的 对吧 服务我们这些女士的 那我们这些女士 其实很不容易的 对 又要照顾家庭 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照顾自己的事 很忙 你知道吗 真的很忙 那么如果她花了很多的钱 买了一个衣服 还要去伺候她 烫啊 孕啊 干洗 还要做家务活 还要做家务活 还要抱孩子 最主要 对 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我还要经常抱她 她很脏的鞋 都要提上来的 怎么办 难道你说妈妈 我换完衣服再来抱你 很多女士就是这样 每天换三套 不要 穿我们都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为什么 我们不用干洗 我们只需要放在网兜里 丢在洗衣机里 就普通的洗衣服 正常就好 然后挂都不用衣架 你随便找个地儿丢上去 塞在抽屉里 丢在哪个角落 对 干的 您的解放的不是女人 解放的是男人 解放的是男人 所以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先生有多高兴啊 你老婆买一套衣服一类 都从早穿到晚 从东穿到下 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 像我们的收纳柜 都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衣架 我们基本上80%以上的衣服 都是抽屉 那我一个抽屉是衬丢进去 有一个抽屉是西装丢进去 有一个是裤子丢进去 有一个是裙子丢进去 早上如果需要穿的时候 拉开所有的抽屉 今天要穿什么 像那个中药抓药一样 跟那个就差不多 对 清醒的感觉 穿衣服都是一种艺术 对 很享受的感觉 对对 然后我还没有往生来说 那我们的东西 还有好玩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来讲讲咱们自己啊 比如说 今天周一 早上我很匆忙 一般周一例会 对不对 都应该是有一些会议的 那我从抽屉里抓上两件衣服 那我穿好就走了 非常正式 那么我坐在车上 洛杉矶会赛车对不对 好 那么让它塞就好了 那如果是普通的平面的衣服 我可以 这个虽然是做节目 我们也是要讲出真实的事情 没说 别客气 那如果是传统的衣服 女士的像这种包裙 其实你一趟车开下来 这个后面一坐 混回的部分 完全都打折了 对一定会 已经折到 那是不好看的折 你明白吗 所以下来以后 下了车以后 还要这样扑愣扑愣扑愣半天 要把它比顺了 然后还要再看看 其实还是有隐约的那些 很难看得中 这恐怕是女人免不了的问题 免不了的问题 其实上很多男人会注意这些细节 只是不说出来 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 因为我们直接可以跳下车 没错 你刚才是跳下车 对 我也是跳下车 就好了 门一锁 根本不用顾忌一团 早上起来就从抽屉抓出来一团 这是揉成一团的衣服 揉成一团一团 穿在身上就好了 对对对 然后那你去开会 开会坐下来 像红燕这样子 开会没有问题 对吗 特别有问题 然后如果空调有点冷 我们会有一件西装搭在外边 也没有问题 那么到了中午怎么办 有时候有些人会有休息的这种习惯 那可能会做的舒服一点 不要做的这么挺立 随意 甚至睡个午觉 甚至睡个午觉 我们的衣服也可以 你不用换衣服 你不用换衣服 你随便睡 那好像比如说下午 红燕你要录节目 红燕你要去参加一个party OK站起来就可以走 那么晚间的不同是什么呢 比如说晚上一般我们女孩子会 约在一起看个电影 喝喝咖啡 谈谈心事 那有一些谈谈恋爱 或者参加party 年轻的去跳舞 或者去跳舞 那难道洛杉矶这么远 还要回家再换衣服吗 很多女士带几套衣服 不用了 我们就一套衣服OK了 然后我的西装 马上可以倒过来穿 你明白什么叫倒过来穿 有没有 我们可以展现一下 你这衣服 有的衣服是可以翻的穿 我倒知道有的衣服 倒过来穿 放下颠倒的 正版都可以的 你看啊 我今天带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个袋子是只有我们品牌会有的 环保 我们不需要让它 只带着随便丢 我要你用一身 用一辈子 我的衣服就是这样 摄一揉就可以了 摄在里面 看起来有点麻布是感觉 你一年都想不起来穿起来 是红燕身上这样子 对 有气质的东西 那我现在身上的这个是一个 one size的衣服 这大概是 你会想到什么 两岁的孩子吧 三岁的孩子 OK 就从两岁开始 然后我们可以拉成 就是一个大人的孩子 明白吗 两岁三岁也可以穿 这个设计理念 我是觉得 不仅颠覆了一个时装 最主要对很多的上班族 都是一个福音 是是是 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 不过这个创意倒是蛮好的 也就是说 一件衣服不光是我们可以多用 最主要它还体现了时尚 这件衣服 我除了感到惊叹之外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地方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女士来讲 她可能带一件衣服 可能可以参加不同的场合 这样 不要从别的角度讲 从方便角度来讲 我想很多女士 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您还有其他的作品 OK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 没有年龄的衣服 我们有一个秀场 三岁穿到六十岁 对 会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 穿着一样的颜色 穿着一样的size 出来走台 我看可以这么穿 你的伸缩性太大了 怀孕的女士也可以穿 baby也可以穿 我想年长的朋友们也一样可以穿 所以这是我们Masaki的衣服 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每一件衣服都基本上有两三 少了有两种穿法 多了有八种穿法 对不对 昨天我们刚研究过 你看到我刚才从这个袋子搜出来 对我看你的袋子就是一团 一团衣服 谁也没有办法把这一团东西和走在红地毯上的晚装联系起来 我告诉你它真的是一个晚装 它是一个晚装 这实际上就是我的一条裙子 对一条晚装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丝的 对 然后你看 你看 这个 这个 那所以我想特别的来讲一下这件衣服 你说 我们游走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我认为现在的人不是哪里人哪里人 而是世界人 世界人 全球化是这个趋势 对全球化是 那我们的亚洲人东方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呢 为什么我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觉得好像亚洲人只有日本人是时尚的 韩国人 韩国人 你明白吗 那这个这个确实我们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情 起码在西方的主流社会是这样的 对的对的 所以呢在我们的设计创意当中 中国的旗袍一直都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这是我内心深处很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本身就是中国人 我走到哪里 东方的脸 中国人的底子 对不对 这个是肯定的 那我们怎么样一个做时尚的可以站在这些所有的号称法国的品牌 意大利的品牌 这里的品牌呢 中国的品牌应该立起来了 应该到时候了 那么在我们的品牌理念里面 我们会把东方的用意放进去 你好像现在红艳穿的这身衣服 其实就很具有东方的气息 也最能衬托东方女人的美 因为曲线 曲线 它包得很严 你看领子的部分 你看不到 现在有人在说说 你去看所有的秀场也好 所有的这些颁奖晚领 都是很露的 已经露到不能再露 对对 这些露得更多 其实在那个男人角度 其实并不一定person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女人她不明白究竟美究竟在哪里 露是要露得有艺术的 那是一个艺术露真的是一个艺术 女人颈部的部分 胳膊的部分 脚踝的部分 我们露要露的经典 会露 让它变成一个艺术的东西 而不是俗气的东西 你只是一味的为了博得眼球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艺术跟俗气 真是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 但是你不能说只是为了博得眼球 然后就拼命的去露去露 好像你不露 我们也知道它是什么样 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更想要去带领我们的女人说 知道什么样的是美 东方的韵味 那么旗袍 我们知道东方的旗袍很美很好 这件衣服穿出来就很有旗袍 这个就是旗袍的一个感觉 我们以旗袍的这种理念 去做了这件衣服 那么做出来以后呢 它的优势在哪里 中国的丝绸很好 但是它有一个劣势 轻轻一滑 不知道哪里有个小刺 它就会抽现 挂丝 对 挂丝 颜色会拉色 天气一变 或者是太干燥或者太湿肉 它的颜色 红色明年就已经没那么红了 就红掉了 明年就更旧了 旧色了 对 然后呢 尤其是女人 总要坐下来吃点东西 那是 那我知道了 那很多女人参加活动 是不要吃东西的 你明白吗 美得很辛苦 我知道 你稍稍这个旗袍 这个 因为传统的旗袍 它有一种压迫感 有压迫感 你坐在这里 一定没有像它 我现在这么舒适 旗袍照相没有问题 但是出去收拾 穿恐怕 真是有点困难 但我一定要把东方的美 带到生活当中 带到阿尔卑斯山上面 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带在埃菲尔铁塔下面 我也可以穿着这件衣服 哪怕马上上旅行巴士 我照样可以躺 可以握 但我下来以后呢 就是一个俨然 要去很fashion的一个女人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你在你就不用再担心说 我身材胖一点 这么名贵的一件旗袍 不能再穿了 对不对 很多女士们很可惜了 对对对 你很可惜没办法 对吧 像这样一件你看看 柔层一团的 其实穿出效果 比我身上最大的效果还要好 超美 这是她的心头好 然后呢 那我们又可以怎样 不用去浪费 我觉得这个时代 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没有错 无论怎样 尤其我们很多的亚洲人到美国 我觉得西方的一个文化里面 我觉得不浪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 其实上我们应该 虽然我们是做时尚的 我们真的应该把它贯穿到 我们的时尚里面去 贯穿到我们的衣服里面去 而且不光是不浪费 而且你还在你的衣服 不仅可以重复的穿 而且还不湿那种时尚和美感 这恐怕就要靠我们设计师了 颜色也不会多 颜色 然后不用运不运烫 你说是不是 不用运不用烫 她就已经回去了 也就是说 其实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一个中国元素 其实中国元素 我们也注意到了 在最近几年 中国的一些设计师们 比如说前一段炒得比较热的 美国总统欧巴马夫人的服装 是一位华裔女设计师设计的 我不评论 因为我不太不懂 所以我不敢评论 但就是说 起码在时尚界已经掀起一种联谊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眼光独到 中国人的品味高雅 您在您的服装中 除了您说的我们有这么多的理念之外 如何融入一个中国元素 你除了您谈到旗袍以外 嗯嗯嗯嗯 那么我会特别去讲究 那我们的衣服里边也会有一些低的漏的 但我对这个漏子 这个漏啊 我是很有讲究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哪里最美 漏到多有个黄金分割点的 怎样才是最有味道的女人 你不要出来以后 吓到别人根本不敢跟你说话 因为不敢直视哦 要直视的时候引起 很不礼貌啊 但是你又强迫别人的眼睛指示你 你明白吗 我懂你意思 这个是很 有时男士有这种尴尬 很荒唐很尴尬 但女士们不知道 好多的女士她竟然不知 但反而像洪燕的这种气质 站字里 你很想知道她是什么文化背景 你很想跟她攀谈 你想跟她深入 对不对 想进入到她生活当中 跟她聊更多 因为她给你的感觉 因为人和人见面的时候 感觉第一感觉 这是很重要的一张名片 那是 那你的穿着 所以我们的衣服就代表一个首先的第一印象给人 就不管你是什么背景 但穿上这衣服 你整个气质就变了 而就沿着洪燕那话讲 其实还有一点 其实不一定同一件好看的衣服穿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未必就好看 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怎么会考量如何来考量 就是说所谓时装有一个和非常特别的概念 人们理解的 就是说唯我独租 什么壮色 壮样 经常有这种话出来 其实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得了 可能我们有很多女士反而觉得有一种 embarrassing 其实也不需要了 但是就是说 您作为一个摄影师的理念来讲 就是如何来考量这些衣服 去衡量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是不是说同一件衣服你都穿的好看 那是应该说有相当困难度 你看 首先我们在做设计的当中 人群里边有这样的好身材也有这样的身材 没有错 对不对 那么有几个孩子的腰和肚子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难点 肩部的部分是一个难点 那在我们做设计的当中 我们会考虑到帮他们去修这些难点 比如说胳膊的地方 我们会特意做一个设计 让他去尖角 一个金字塔的尖角这样尖过来 那么在视觉上 一破这个平面 就会在你的视觉上就会把它缩小 就像一个胖一点人穿一个竖条的衣服 然后感觉好像有点瘦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在视觉上我们会做很多的小心翼和花很多的小心思 那么再加上刚才我们有讲 礼拜一一整天这个衣服都已经给到我们很多东西 而我们不需要给他什么 下班以后丢出去就好了 真的是丢出去 有空就揉两把 像洗手绢一样的 放点沐浴露也可以洗 什么都可以洗它 洗洗它挂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正因为每一件衣服在设计当中 都有放大它的这种余量 就是可以玩的余量 我始终在说我们的时装是多上利用 对 比如说有一件衣服 对身材好的人 他可以打长穿 穿成长裙 但是如果对身材不好的人 他可以把它穿成短装 只是一件上衣 这也是一个利用 然后那你想要把它做 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的衣服 从最少的两个穿法 可以有到八个到十个穿法 那么这个八个到十个穿法 其实上后面的穿法就是按照你的身形不同 然后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然后真对每个人的护色挑选一下颜色 那就可以了 因为色彩是可以选的 因为色彩是可以选的 而且确实因为时装界对于很多 不要说对男性 其实对很多女性 她们有一种觉得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一种高不可攀 总是觉得在模仿 比如巴巴穿这个眼子好看 红眼穿这个眼子好看 大家都在模仿 学这个这个程度还没到 还仅仅是模仿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的专业设计师 和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时尚人士 跟大家谈一谈什么叫时尚 特别介绍他们的这种产品 我们其实这里面除了我们颠覆我们的时尚理念之外 其实刚才巴巴也特别很红眼都提到 我们还有环保的理念 还有一个让自己生活越来越方便 我们如何来适应节奏如此之快的社会 像我们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作为一个女生来讲 如果早上起来吃早餐 然后还要开车上班 中午上午还要看家会议 中午还要吃饭 下午还要参加meeting 晚上还有一个夜总会的会活动 这十件衣服也不够换 但是巴巴一套衣服就满足您所有的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时尚 让我们一个女人在保持自己的美 和让别人欣赏的这样一个时尚的前提下 还能适应这样一个快速快节奏的一个社会 这一点我想不光是女人了 我想特别是她们的老公们会更感激您 哈哈哈 如果啊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中国时尚 现在呢 我们特别注意到时尚时尚圈里面 我前一段时间看新闻 像法国意大利一些比较著名的设计师 放弃做时尚了 然后我看到了新闻的那个那个那个这个 因为我们做媒体的关系嘛 所以要关心所有的这个新闻 我就记得她在讲 她说我她说现在的时尚已经不是时尚了 她说现在的时尚不叫时尚 她说我都她们就把我们的一些理念东改西改就成了时尚了 我们这些经典的大师们为什么会放弃了自己的时装设计 是因为我们的时尚圈让她没法生存 还是人们的发展眼光太快太前卫 让她们无法适应 您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无论是从媒体也好 文化也好 时装界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这种方面吧 就是一个社会会好像是误导呢 还是不小心误导呢 使得大家太快 也许我们媒体有点责任 太快 节奏太快 然后没有办法坐下来安静 没有办法来沉淀 没有办法去细细去琢磨 去欣赏一个东西 你说到了很重要一点 导致已经把这种 明明都在麻木的跟风 对把这些设计师 可见这些设计师的品牌的操盘者也在逼迫他们 是啊 你明白吗 逼迫他们有种抢钱的感觉 但是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真的钱就那么重要吗 其实上半凡沉淀下来的人 No 一定是这个词 所以他们的操盘者把他们逼疯了 然后他们自己呢 就只能放弃 他是 没得完 想放弃自己领域 那你只能放弃自己市场 没错 那么我们公司好就好在这 操盘是我 设计 总监是我 那么我带着这帮人 你们不用着急你们出好的作品 你们想要怎样 你告诉我 我会诠释 我会做一个很好的权衡的这么一个人 你去从疯狂的设计和这个社会 你还要落地啊 你还得实用 对你还得实用啊 你不能说所有美的衣服都是范冰冰穿的 哪里有那么多的明星呢 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办 只能坐在家里穿个大裤衩看吗 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子 不行 我不要放弃 所以虽然有年龄在这边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 最近很流行说 您坐老妖精 不坐黄略 有没有听过 对不对啊 这也是一种坚持 对对对 但这个其实上 从侧面来看 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一种方法 当然是 不分年龄 对 而且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状态 会带动我们周围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跟我们在一起 他很舒服 好像您现在坐在这里跟我们聊天 你就很高兴 我非常高兴 对啊很扬眼 对不对至少 然后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给孩子一个启蒙的教育 他知道美的 妈妈是美的 这是一种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一个美的妈妈 她的孩子是自信的 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方方面面的 先生就不用讲了 这代表你的作品 先生的作品 你知道吗 无上的荣耀在心里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内在的和思想的一些动态 会支持着我们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压力 复杂或者说一些不可估计的一些事情 会缓解 对不对 让我们更像美的部分走去 更像阳光的地方走去 因为这里面 您其实爸爸提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那就是美 当然美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但是呢 作为一个专业的服装设计师 特别时尚的服装的设计师来讲 他的角度和他的理念上来讲 其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大家的学习和借鉴 不过我跟您聊的半天虽然很高兴 但我也很郁闷 说了半天都是女人的如何美 在时装设计中 确实啊 男性的服装应该说 时代的特色的特点东西不太多 但是男人基本要求就是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颜色不要太怪 就好了 现在时装设计中 怎么考虑男人的一种时尚的需求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奋斗的目标 包括我身边的 这个市场应该很大 我身边有一群的大哥 这些对先生这种成功的人士都说 为什么你都让女人这么舒服了 不让我们舒服 我们也希望一套服装穿上去 以后也像我做节目 我不用换来换去了 没有最主要是不运 非要把它挂起来 是啊 我现在可以假设一下给你听 比如说我做一件衬衣 然后也是这样一个西装 那你从此以后 上车就上车好了 车门一开 就扔到后排去 那太爽了 车出来穿上就做节目 不用去顾忌 有没有咒啊 有没有哪 对不对 现在你要咒 你看你往里走这里 每天我们太太回家就说 就那西装我每天还给你运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就解放完女容 再解放男人 是啊 这应该算是重症 对对对 让我们的主妇们解放出来 不要去花这个时间 如果花这个时间 跟你运烫衣服 不如坐在这里跟你聊天 没有错 没有错 会省很多时间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 快捷的这种理念 不但要快捷 快捷不能像快餐 对不对 还要能够抬得上桌面 男人要没有 那当然 还可以去任何的场合 然后还有自己的味道和风格 还有自信 有个性 男人最重要是自信 所以这个什么 这个衣装还是很重要的 衣装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从一般来讲 一般的您从一个专业设计师的角度来看 您认为什么样的男人的服装的搭配 我们就说是那种我们上班族 这种男人 您觉得您会看得比较舒服 或者说您会比较推荐给大家 你看看明显的就急了 别急 这样的 我认为 移色的东西 镜色的东西 镜色 移色 镜色跟移色是一个道理 就是镜色 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就很得体 黑色 或者是蓝色 或者是夸张一点枣红色 今年流行九红色 九红色 那么都可以去搭配 但是如果您现在想让你多一点时髦的元素 更加的与众不同一点 我们就可以在细节上来做工作 比如说这个领带 我们可以让它再更银一点 更银色一点 你虽然是一个很板的西装 但我们完全是一个发荧光的一个领带 因为男人是要看小细节 小的部分 别致就已经很 很好很好了 看来我们男人这个其实 服装可能男人不一定说有特别的要求 但是呢 其实男人在服装上来讲 除了要求要整洁之外 主要体现一个自信 因为我们也特别注意到 因为男孩子很多 特别是我们做职业工作的人 服装实际就是我们的门面 门面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 所以要想聊 跟您聊真的有聊不完的话题 不过今天我非常高兴 跟您聊了这么多 还有一点时间 我还是想请二位再谈一谈 说 我们在美国 我们又是一个华人 我相信您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和对美国社会的理解 同样比较深刻 如何把两个文化 放到您的实装设计的理念上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 和什么样的看法 所以你这个一下子就说到点上了 对 这其实上是我们最初 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 始终贯穿在其中的一个东西 主调子 你把我们的脊梁给翻出来了 你明白吗 我始终不想 为什么你看到我公司的抬头 巴巴拉王 我后面是有一个王的 三痕一树王 中国的老虎 我本身自己姓王 我一定要放上这个王 我是要区别于 我不是这里人 也不是那里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明白 中国在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成长 任何的东西它都没有完美的 但是我们有一颗完美的心 那我又怎样去诠释呢 那么从我们最初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你比如说现在我身上 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件衣服 十年前的一件衣服 那它其实上是一种不规则的一种形状 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形 但是感觉它袖口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小细节 下摆的部分有很多小细节 那么这种很不规则的东西 其实上是西方的文化里面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左右平衡 平衡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平衡 放个花瓶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平衡 对不对 摆个太师椅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平衡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衣服里面 就已经打破了这种平衡 我们把西方的东西已经很好的 玩了十几年 把它已经贯穿的非常非常贴合 再加上我们可以 正着穿 反着穿 倒过来穿 我说天衣无分 我的衣服就是天衣无分 我有很多的衣服 你把李子翻出来 直接可以穿 你想想看 哪个品牌可以把李子翻出来 可以直接穿 咱们可以知道这个李子里边 肯定都有线啊 车的东西啊 是吧 我们只需要把脉头剪掉 李子翻出来就可以穿 我叫天衣无分 我说好东西应该里外兼修 跟我们的女人一样 我们的女人也是一样 也需要内外兼修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 当然了 非常 在一个家庭里面 一个女人 好女人可以影响三代啊 对吧 我们传统里面 对 所以男人说嘛 一个男成功男人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就娶一个好老 所以即便是到了西方文化 其实也是一样 你看在西方 在美国 在欧洲也好 我们会看到一个路过一个家 我们可能不认识他们的人 但是我们会看到他的花园打理的非常美 对不对 可能他很简朴 但是他的小花园做得非常精致 我们就会有感受说 这一家人一定都是很热爱生活 很爱的 有一个爱字飘在上空 那我们的衣服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要让我们的大众很像洪燕这样很润 很润 您用了自用的非常好润 对 要有一种很舒服很流畅的感觉 我们虽然在西方 我们现在在西方 对不对 但是我们把它诠释好 在我们东方女人的美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美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巴伯 谢谢您 感谢洪燕 谢谢 感谢二位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也感谢我们观众 和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